北宋中后期的变法规模极其豪大 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王安石和宋神宗一同主持的西宁变法 第二阶段在王安石霸向后 由宋神宗完全主导的缘分改制 第三阶段由宋哲宗与张敦所主持的少胜少数 第四阶段由宋徽宗任由蔡金所主持的崇宁行政 一直以来在定义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时 很多科普书籍长将原因归咎于宋神宗的变法立场不坚定 这种观点往往会让读者觉得 在王安石霸向以后变法既失败了 然事实上王安石霸向后变法依然在继续 且之后的各阶段变法都是以王安石所制定的新法框架为基础的 在思想上王安石本人所开创的金工学派 更是长期被奉为北宋官方的意识形态 直至南宋高宗为了甩锅卖国责任 以最爱原有之名打压金工学派 才算结束了弃学派的绝对主导地位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该把北宋灭亡定义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终节点 然就算是甩锅王安石的南宋时期 依旧继承了新政中大量的法令 就连朱熹等理学大家所崛起的时代 也被很多学者定义为后王安石时代 王安石变法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那么过于简单粗暴的成败论 自然很难定义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结局 在上一期视频中 我们详细讲述了王安石自出身到学成为官 直至明脉天下为宋神宗所瞩目的全过程 自这一期开始 我们将正式进入 王安石与宋神宗展开新宁变法 即一系列开编战士的历史阶段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前秋一面》 北宋神宗变法片 新年元年4月4日 汉林学士王安石变次入队 与继位值一年多的宋神宗正式会面 宋神宗的老师韩伟是王安石的好基友 神宗尚未继位时 便成天听着韩伟的安利 追根了王介甫的大量论著 要知道在1993年编撰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 王安石的词条可是同时出现在了 历史、文学、政治、哲学、经济、心理、法学、教育 这么多科目中 就算放到能人辈出的整个华夏历史上 全财覆盖度到这样级别的 也是凤毛麟角 这种被王安石作业宇宙所支配的青春 自然让小赵同学对杰弗先生的谜地之情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如今明面上是皇帝恩欲召见王安石 但实际上却是宋神宗追星面积成功 宫殿中遍布着偷睡的气息 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个男神 宋神宗作为皇帝 同时还仰慕着唐太宗李世民 于是他便又开口 询问了王安石对唐太宗的看法 不想老王回答说 比起唐太宗 官家更该笑法、姚舜 这些上古甚亡 才能治理好现在的国家 王安石讲这话 当然不是说他瞧不上唐太宗 事实上 离尔凤所开创的《真观之志》 既曾作为知识愿景 出现在了老王的诗文中 然北宋所继承的社会结构 全来自中晚唐 而在出唐的土地制度崩溃后 安石之乱又借着计划就有矛盾 中晚唐由此所重建的各种新制度 也然于出唐派落两个时代 那么自然而然 不管后世如何推崇李世民 也没法照着葫芦画票 再加上宋炉继承了 唐末卢士道三角合流的思想 智学态度将就融会百家 更愿意用上古圣贤的案例 来解析克服现实困境 如此 比起用克州求建般的固化思维 去模仿唐太宗 利用动态历史思维 来开创带有宋朝特色的 圣王之志 明显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当然老王虽然学识卓著 但毕竟也是个嘴炮强者 就像他曾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 而其与范仲淹 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一般 至于唐太宗 也是同样的情况 宋神宗听完他的话后 明显是被震住了 虽然提创先王之志 早已是相当数量宋儒的共鸣 但这种对自己的期许 从男神的嘴里说出 神宗还是不免感到压力 他又问王安石 宋朝是如何做到 维持百年国座的 王安石便又书下 百年无事杂子 进成神宗 在文中 他先是提炼了 宋出五代君王各自的优点 以解释宋朝百年无事的原因 然后他又比风一转 指出即使这些皇帝 已经土制 宽人工检 但国家仍然没有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大值 其根源问题 便来自于理财 中唐时 朝廷会把收到的两税 分成三个部分 一部分交给朝廷 一部分留在地方州府 还有一部分交给转运使 至宋出时 社会上已经没有了 士族这个中间阶层 国家必须直接管理基层百姓 那么自然而然 所需要任用的官吏数量 便会增多 而在旧有土地制度崩溃后 国家的兵役制度 从真兵制 推变为了木兵制 由此所产生的财政消耗 远过于前朝 好在伴随着木兵制的实行 国家不再需要老百姓全民服役 于是原本需要百姓所承担的谣役 自然就转变成了赴税 这样一来 虽然国家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 但能收到的钱也变多了 指宋太祖时为了应对统一战争和北方辽国的重压 税负已然发展至囊括全国财富的地步 然当时的财权分配体制 依旧继承了中唐以来 总量分配的精神 国家收到钱后 先让地方政府按照每年预算 分掉所需要的钱 分完剩下来的财货 再送交中央 当然 计划和执行往往是两回事 朝廷虽然明确规定 地方分完预算后 要将剩下来的钱都给中央 但这笔钱该叫多少 并没有明确规定 弹性太大 但时间久了 地方政府那么也会上下其手 甚至留下部分资源 嗯 到宋真宗景德年间 禅冤至门签订 天下回归暗定 朝廷终于有力气 给税收制度搭上布丁 从此全国各地上交给中央的税收 都有了一个固定的额度 至少在这个固定额度的标准下 地方政府再没有了浑水摸鱼的空间 而中央收入 也拥有了制度上的基本保证 至宋真宗大中降服年间 因为国家经济状态良好 不少周线在交完税收后 竟然还能留下 足用三年的预算储备 其中多出来的税收结余 被称为限余 地方政府即将限余 又主动进献给中央 不想到了仁宗年间 边境战乱与大量自然灾害 同时爆发 那么原来的税收额度便不够用了 庞大的军费和正在开支 逼迫宋朝 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增税 人本因为经济高速发展 而掩盖的种种社会问题 也在财政重压之下 密集爆发 这也是宋仁宗 任由范仲淹等人 开展庆离新政的大背景 指仁宗中期的制和年间 虽然国内外的各种战事 被悉数平定 政局也回归平稳 但此前因为战乱 而扩充的上百万军队人数 却不是打个响指 就能随随便便消失的 再加上依旧 此起彼伏的自然灾害 历年以来所积累下的国潮弊病 仍然压得国家喘不过气 在经历了倩礼党争的纷乱后 宋仁宗和倩礼君子们 明白国家再不能经受大的折腾 于是他们选择了 以节流的方式 来缓解财政压力 而至于民生治理 朝廷则选择以让权 让利于周线的方式 来恢复曾经过度透支的地方财政 在宋代史料 文献通考国用之中 我们可以得知 仁宗去世两年后 也计宋英宗 治平二年时的中央财政收入 入一亿千余万 支出一亿两千余万 非常出一千一百八十多万 单看中央财政的收入 是赤字状态 但若再加上地方财政的 一亿六千余万收入 那么国家每年的总收入 还是远远大于支出的 然而朝廷却宁愿 中央财政赤字 也不愿意地方政府 来交献余给朝廷 这种精神即继承自 孟子的复明与民本思想 当时大部分的宋儒 仍然认可天下财富总量 是固定不变的观点 如果朝廷开源 那么百姓手中的钱财 便会减少 这种夺利于民的做法 既被认为是暴虐之决 那么唯一的理财方法 便只有节流 但王安石并不认可这种观点 他以为要理财 开源和节流 都是不可或缺的 与其把资源 白白分散在地方 还不如全部集中到朝廷 凭借朝廷的权威 将资源投入到革新之中 以发展生产力 从而实现全社会 财富总值的增加 黄春燕老师认为 王安石后来的变法理财 便是建立在 改变国家财权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的 也即从原来的总量分配 改变为税权分配 举个例子 简单比喻一下 国家每年都要做一个大蛋糕 给全国各地分享 在大部分的时候 蛋糕都是刚够 分成四块 其中有三块小蛋糕上 还点缀着草莓 按照过去的分配方式 中央每年只固定 拿走一块蛋糕 剩下三块 永远归地方 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后 却改变了分蛋糕的方式 他要按照蛋糕的种类 来分蛋糕 也即只要蛋糕上 点缀着草莓的 那全部归中央所有 于是 中央每年便可以拿走 三块蛋糕 如果哪一年蛋糕分成八块 万一有六块点缀草莓 那毫无疑问 中央也会拿走 其中的六块蛋糕 蛋糕该怎么分 有水粉 这些规定 都是由中央来制定的 那么自然而然 一切最优质的赋税种类 都会被优先 划归中央 这样做 极大的增强了 北宋朝廷的 中央财政集权 一旦掌握这般巨量的资源 便使得宋神宗 习其富国强兵 以开疆阔土的梦想 成为了可能 虽然这种做法 也会让地方财政 日益困窘 市场的容错率 大幅度下降 如果说 晚年的宋仁宗 是一个身怀百年修为 却为了养伤 而只愿意使出 其中三十年功力的 文件武者 那么经过王安石的 功法传授 宋神宗变成那个 敢于将百年修为 完全视展而出的 热血少侠 这么做 虽然极容易透支 但是由此所创造出的 可能性 也会无限增加 只是所有的可能性 永远是收益 与风险并存的 当然 在百年无事 杂志文章的末尾 老王还是不忘 嘴炮一下 又把宋朝百年无事的原因 归结为宋朝周边的 少数民族政权弱基 以及没有水汉之灾 想来 西单人民 西夏人民 还有他曾经治理过的 银县 淑州 长州 乃至他没有治理过的 河北等地灾民 都会送上一键三连吧 不过习惯了宋如们 嘴炮轰炸的宋神宗 不至于分不清 老王文中的轻重点 自他继位以来 不管询问哪位达成 对于理财的态度 永远是 节留节留 再节留 早就审美疲劳了 如今突然发现 四家男生的理财思路 竟然比自己 还要积极进取 这观感 实在太过刺激 等第二天再见面 神宗便逮着老王说 你这文章 还已经刷了很多遍 实在还得过瘾 希望你喝口水 马上接着更新 看着皇帝 如此看重自己 我安时不免感动 然后便也放开了 阐述起自己的政治精华 要知道 这可是论知识结构 在整个华夏时尚 都能进 踢零当位的门人 照须这么隔 二十岁出头的小年轻 面对着 信息流海啸 零距离输出 顿时被完全折服 连最后一丝 作为皇帝的矜持 也要被瓦解了 他一会儿说 故不及此 一会儿又说 轻所言已多 正恐有遗忘 事录近日所对已尽 这种被知识海洋 所席卷的幸福感 特为异于言表 此后近一年时间中 妹妹与仲臣讲读完毕 神宗都会单独留下王安时 自作接着 课后辅导 就这样 在接受了一套 颇为完整的 王安时新政私教课程后 宋神宗终于在 西宁二年二月 下定决心 任命其为 残职正式 王安时由此 位列宰职 正式开启 西宁殿法 宋神宗问他 殿法将从什么方面开始 王安时回答 便风俗 立法度 罪方今之所及也 风俗 关乎国家的 最高意识形态 法度 代表着国家的一切法令 政策的制定 要完成这两个目标 则必然需要 极大的权力 然而按照 宋朝原有的制度 负责内政的是 由在相当人长官的 中书 管理军政的是 书明院 财权 则归三思 王安时虽然位列 残职正式 地位崇高 但仍然位居宰相之下 如果仍有中书 负责变法相关事宜 那么第一 王安时仍然要依靠 中书下属的官僚 执行变法条例 第二 在制定新政法令时 仍然需要照顾宰相的意思 而当时的宰相复辟 是不支持王安时的 为了绕开旧有的官僚体系 也为了有王安时 完全主导变法进程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 王安时创设了一个崭新的部门机构 也即 自治三司条例司 从名字中的三司可以看出 这个新部门的职能 手重于理财 只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因为自治三司条例司 是直接领导全国变法的枢纽部门 他实际掌握的权力 或许已经凌驾于中书和三司之上 在一些言官的弹劾中 也将这个部门称为 中书以外的另一个中书 条例司的长官 名为同自治三司条例 原本应该由王安时全权担任 只是单独掌握那么大的权力 实在是取货之道 所以王安时又推荐了 书密院的长官 也及其好友 知书密院士陈生之 共同领导条条例司 在陈生之圣任宰相 离开条例司后 老王马上又推荐 书密副使韩将 接任他的位置 这政治敏感度可谓点满 条例司之下的署官中 先向文字官主管文字工作 并协助长官理财 制定新政法令 而相度厉害官 则前往全国州县 插访新法在第一线的实施情况 那么该选什么样的人 担任条例司的署官呢 史书上给出的概括 是新晋少年 这里的少年 并不是指未满18岁的那种 而是专职年纪相对比较轻 官场资历比较浅 官位也比较低的 官场新锐 嗯 或许你也可以叫他们 三五少年 从目前可考的简箱文字官名单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八人之中 不少是选人 即从八平以下 其中有六人 是因结交王安石而得到了他的举荐 有两位去职后 又进入台阶担任阎官 那时的御史忠诚是吕公柱 在新法的七十阶段 他仍然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 由此可见 为了新法的平稳起步 王安石的布局 不只局限于条例司内部 更依然遍布到了台阶之中 在王安石所举荐的六人中 其中最为重要的 当属吕慧卿 他不单单是王安石的好友 更是其学派的门人 变法立场 极为坚定 条例四十七所出台的所有法令 全由吕慧卿参与制定 当法令引起朝野纷争时 他也常挺身而出 与王安石站在同一战线 驳斥反对派 以至于当吕慧卿不在岗位时 宋神松都会对王安石感叹 小吕不在 喷子们就又开始跳了 当然 吕慧卿的能力出彩 他的野心也同样哇塞 这也成为了新党日后分裂的伏辟 而条例四的另外两个名单中 张端是经由陈生之所举荐 苏哲则是宋神宗直接任命 同样作为变法派 苏哲因上神宗 齐取三荣一文 得到了神宗的认可 只是他的理财思路 还是围绕在截流的基础上 这与王安石之间 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双方的矛盾在共识中愈演愈烈 直至五月后 苏哲主动请死 与老王彻底分道扬镳 那么制止三四条立丝 在建立之后 出台了哪些法令呢 新年二年七月 颁布军书法 新年二年九月 颁布清苗法 同年十一月 颁布农田水利法 每隔两个月 就要出台一条传新法令 带送公务员们的暑假作业 可谓激增的很有节奏 也不知诸军的暑假作业 也完成的怎么样了 军书法的名字 源自西汉时期的理财名城桑红阳 但是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 宋代时 首都开封城规模宏大 人口超过百万 虽然不至于网上烂根里所谓的 一国只养一城 但需要的物资 也确实依仗 全国各地的输送供应 随着宋代中业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开封百姓对各种物资的购买需求 更是日益激增 只是在神宗以前 全国各地上供给金石的物资种类 并非依据百姓的需求来制定 而是僵化的按照 每年的固定数目 有啥送啥 这样一来 百姓需要的物资 往往被一抢而空 需求量不大的 则只能低价借卖 到头来全被想要 困居居齐的大商人 抄了底 这其中 受害最重的 便是东南地区的农民 输送京城的粮草大宗 都靠他们 但每年不管是丰年 还是灾年 政府向他们购买的粮草 都是固定的数目 收获多了 没法多卖出去 剩下的只能借卖给超低的商人 收获少了 也不能少卖 地方官员会用 质疑 折变等手段 来变相剥削他们 所以军书法 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便是通过政府 有效控制资源 以平移物价 而避免大商人 垄断市场 从而解决市场的供需问题 那么 王安市所制定的军书法 是怎么应对这些问题的呢 第一 加强地方转运物资部门 也计发运史思的权利和财力 让他们拥有 根据地方实际情况 便宜购买物资的权利 第二 在金氏建立 与发运史思对接的 信息沟通机制 让发运史思 能够尽快了解 金氏的物资需求情况 第三 他参照人宗潮时 发运史徐元的办法 确立了席贵旧建的原则 也即在粮食欠收的地区 粘收钱币 再用这些钱币 去粮食分收的地方 大量购买粮食 如果有多个地方同时分收 该怎么办呢 那么就再加条 用尽一元 也即是优先去距离更近的地方 购买粮食 这样一来 不管是开封城的供需问题 打街商人垄断 缓解农民负担 还是减少运输成本的问题 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在出台了军书法后不久 宋神宗即接受完事的举荐 任命了三朝礼财民陈薛相 担任淮南 两浙 江南东西 今后南北六路发运史 全面主持军书法的实行 军书法之后出台的是青年法 北宋的农民保守自然灾害之苦 常常需要通过接高利贷来饮证止渴 那么封建时代的高利贷利息是多少呢 200%属于法律允许下的正常发挥 而不爱遵守法律 把利息调整到300左右的豪墙 亦不在少数 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压榨操作 农民们想不崩溃也比较困难 朝廷虽然设置了长平仓和广汇层 通过在地方储存粮食 来平移粮价 挣起百姓 但以封建时代的技术管理能力 长平广汇舱可以覆盖的地区始终有限 而伴随边关战争的爆发 长平仓中的粮食又常常会被调走支援前线 那无疑更加削弱了其功能 地方官员中勾结商人的也不在少数 那么就算长平仓中的粮食大量囤积 乃至腐烂 他们也不愿去接起百姓 这样一来 还不上高利贷的灾民 只能是贱卖土地 不仍落为滇农 由此加剧了土地兼并 仁宗潮时 陕西转运时旅生 便曾尝试将钱借贷给百姓 等他们分身后 再用粮食偿还 从而帮助他们度过了 清皇不截的时期 这即被称为轻苗钱 而王安石在担任银县支线时 也曾如法炮制 并收获了极佳的效果 于是在颁布轻苗法时 他规定将全国现有的 长平广汇舱中的粮米 全部兑换成现钱 每年在正月和五月 分两次借贷给有需要的百姓 当时的百姓 分为有产业的主户 和没有产业的客户 分为五等 每一等可以借到的轻苗钱 数量都不同 而客户如果要借钱 则需要有三等以上的主户做保 官府再根据主户的产业 来决定借出的钱财数额 每次还款以半年为期限 利息为本钱的20% 如于栽荒 可以延迟半年 按照历来学界的观点 每年两次贷款的利息总数 为本钱的40% 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 轻苗钱仍然属于高利贷 但和那些200% 乃至300利息的封建狗大户带对比 那妥妥的是美金木秀了 如果要简单概括的话 轻苗法即是通过贷款给农民 凭此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从而抵抗天灾 抑制富户的土地兼并 第三条法令 名为农田水利法 据宋氏所载 在这条法令的推动下 宋朝于王安市执政期间 在全国各地所新修的农田水利工程 多达10,793处 盖田361,178寝 通过与贯改良的沙荒地 年检地 在全国总数多达645万亩 可为王安市通过集中资源 发展生产力 从而预付天下 则自治天地的实力代言 据杨德权先生的估算 在经过农田水利法的大力推行后 整个西丰年间的水利田 增加了1亿余目 粮食产量大幅度激增 其中有相当数量分布在华北地区 可谓缓解了自中唐以后 农田水利难中北京的格局 只是我们同样也知道 伴随着国家收入的激增 神宗朝的对外战事 也是规模宏大 元丰年间的五路法下 所投入的人力资源 更是超过了百万之举 在伴随着封建时代 挥之不去的官场腐败 那么这些农田水利法的改革实惠 自然也很难完全落到百姓的头上 就仿如继承新政成果的徽宗时代 朝廷再次建造了 能灌溉关中350万亩农田的锋利区 但最终国家仍然走向了灭亡 那么当支持三司条例司 发布了三项法令之后 朝野上下的态度是什么呢 自然是扎了 不管是军书法还是轻描法 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在于明真理 不管说的多好听 都是在剥削百姓 汉代的桑弘阳 虽然帮助汉武帝度过了财政危机 但是同样的给百姓 增添了极大的负担 如今无耻的喧相 竟敢将桑弘阳的军税法 完全复制到东南六路 这就是在凭买进卖贵 略夺商骨百姓之力 诸如范春仁 苏氏 苏哲兄弟 陈湘 乃是曾经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李长等人 都明确表示了反对 然而在宋史学者李小老师的研究中 则认为 桑弘阳的军书法 和王安石的军书法 完全是两回事 桑弘阳乃是先将各地的赴税 本价交换成当地最便宜的物品 再转移到可以高价卖出的地方获利 确实是通过政府的权利 去和商人抢生意 跟李长讲的算是一回事 王安石的军书法 虽然也是用最低的成本 去购买物资 然本质 却是通过解决供需问题 来平移物价 从而打击商人垄断 那些下意识以为 两种军书法是一样的大臣 说到底 就是带着异力对立的观念 先入为主 误解了军书法的内容 觉得朝廷开裁员便是与民争利 而至于轻描法 动静就更大了 司马光认为 轻描法虽然号称一直兼并 到头来说的利息 却并不比豪强少多少 这根本是在变相敛财 而轻描法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 也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当年 王安石在迎宪亲自主持借贷时 自然没有问题 但如今却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并不是每个基层官员 都有他老王的能力和节操的 新法落到执行层 便很容易发生变故 轻描法在最初规定时 只要求将轻描钱 强行摊派给地方富户 但是一些官员为了提高政绩 仍然会将轻描钱 强行摊派给不需要的民户 另一些富户 则利用客户 借钱需要他们做饱的规则 把持住了轻描钱的借贷 由此提高利息 用朝廷的钱转中兼价 而百姓在还轻描钱时 常会以粮食充任 那么这个钱米换算的工作 就变得薛丁恶了起来 折算出来的利息 往往要高于政府的规定 到头来轻描钱 不但做不到医治兼并 反而成为了黑心官商 盘驳百姓的利息 如最先前往 河北实行新法的王广连 便擅自提高利息 违反对派的奏章 送上弹劾的素材 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会说 轻描法的利息 并不亚于民间高利贷的原因 加之王安石实行轻描法的节奏 又实在太快 送在河北 京东 淮南三路 实行了才三个月 便马上推广圈 这种颇为激进的做法 就连好友吕公柱 也开始激烈地反对王安石 作为王安石 与司马光两个嘴炮王者的 共同好友 出身名门的吕公柱 却是渊博 却性格沉浸 他从来都是耳人间的调停者 王安石创立《直至三四条例》 因为权重过大 遭到了严官们的激烈反对 于是将吕公柱 举证至了律师忠诚的高位 一座壁柱 如今 这位昔日的好友 也走到了对立面 这让王安石更加孤立 除了吕公柱外 范镇 司马光 紧随其后 条例室内的李长 苏哲 王如意 王子韶 以及曾经担任 相度厉害官的陈昊 刘怡等 也跟着反对其轻描法 这些反对者中 也包括一度支持过 王安石的宰相 曾公亮和陈生志 这一下 自家基本盘 犯了七七八八 那么这是不是说 轻描法可谓 完全的害名之法 倒也不尽然 使人毕中游 便曾这么形容过 轻描法的实施情况 自三七秒以来 非请记纳 非纳即请 农民重重 来往于州县 新年二年 润十一月时 王安石的好友 李定 自滑南到京城 王安石问他 轻描法在南方的实行情况 李定计言 皆辩之 无不善者 王安石一身为官 达到南方地区 新法中的很多设计 却是更适合于南方的情况 当然面对主持 全国范围的新政 王安石与宋神宗 并非没有预料到 执行层面的问题 当王安石的门人 入巅 自滑南进京 告诉老王 七秒法存在 扰民的问题时 王安石也马上 派署官李成枝 前往地方查讽 直到西宁七年时 更多有宋神宗 和吕慧君为了应对天灾 而调整 七秒法内容的记载 以至于 曾反对 七秒法的 陈顺瑜 才会在笔记中写下 方经 小民困乏 十事八九 应目之人 不朝而至 何可甚及 这正说明了 七秒前 仍然为相当部分百姓 提供了便利 为了支持新法 宋神宗的态度 也很给力 他甚至将 反对新法的宰相 复辟 处判博州 返船人 处置何监府 攻击王安室 最激烈的旅会 外放邓州 顺便提一句 后来在远又年间 与地方历练了 多年后的范纯人 便准而开始 支持七秒法 西宁三年正月 神宗又一度下诏 让执行新法的官员 要提亮觉察 不得扰民 但在当时 并没有引起太大效果 这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 新法刚刚颁布 大部分官员 都尚未领会法令的精神 缺乏执行经验 第二 大量的中间官员 反对新法 从而故意阻碍执行 河北路 京东路 和淮南路 是新法最初 实行的三个地方 但偏偏有三个 反对新法的重量级大佬 分布在这三处围观 欧阳修 在京东路青州 复辟 在淮南路波州 韩岐 在河北路大明府 欧阳修和复辟 都有明确 拒绝执行 清苗法的情况存在 他们的举动 让基层官员 不由地回忆起 新年的清理新政 也是奉奉活活 搞了一年 结果主持者 一同被边缘化 如今的画面 茶窗率太高 还不如现墨浴躺平 观望局势 咦 当年搞清理新政的是谁来着 那么这些昔日的变法新锐 为何要反对 王安石变法呢 说到底 还是那三个原因 第一 他们当年都腾过 知道变法 不是靠几个 进行民前骨的人才 就可以推行的 这需要有一批 拥有统一且坚定意识形态的大卢 一同去做 而这样的大卢 在朝中还不充足 第二 他们不认同 王安石的理财观念 清淼法中的理财 实在太刺眼 第三 他们对宋神宗 也保持着警惕 下面先说理财的问题 王安石 曾在写给同僚的信中点名 在儒家经典 周礼之中 关于理财的内容 便占了半数 周公 难道也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吗 没想到韩琪 却在周礼的注视中 援引出了 奢与民不取利的内容 算是暂时将了小王一军 接着 老韩又不依不饶地指出 清淼法的其他几个问题 第一 存在强行摊派给富户的情况 第二 如果让三等以上的主户 给客户做保 客户一旦还不上钱 就要主户赔钱 这么做 到头来既帮不了穷人 也剥削了富人 第三 官员为了政绩 而逼迫没有偿还能力的百姓还钱 第四 鉴于借给贫困百姓的偿还风险太高 有部分官员会拒绝借钱 第五 有官员会钻制度漏洞 擅自提高利息 有些观点认为 韩琪在文中 反复为富人说话 说明他这是在鼓励土地兼并 更由此上升到 整个宋代都不利舔制 不宜兼并的问题 其实这种观点 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 在宋人自己留下的文献中 并无 舔制不利的记载 这四个字 最早出现在 原人所修的宋史中 虽然原人称 宋代有上书者 自称 舔制不利 但这条记载的原始文献 并无 舔制不利四字 对此 学界仍有极大争议 杨继平老师 在他的研究中曾有详细考验 在此便不多赘述了 而不义兼并 在宋人的笔记中 出现频率极低 相反 提倡一致兼并的 才是主流 虽然因为土地私有制的问题 国家出他的献田令 和一致兼并的政策 普遍执行不利 但这并不代表 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就是鼓励兼并的 并是本人 就是宋朝人 新榜士大夫中 有不少地主出身 他们不都在 一致兼并吗 有譬如韩奇 在反对轻描法的 奏书中便点名 轻描法原本的用意 是一致兼并 政心平民 但到头来 却有违本意 无法一致兼并 是被当作新法的 疏漏来指出的 那么既然反对兼并 韩奇又为何要保护 富人的利益呢 因为作为在 仁宗朝四十多年 自然灾害中 政绩了超过 七位数灾民的老臣 老韩实在太明白 组织地方富户 对政灾的重要性了 虽然富人中 狡诈了很多 但有钱后 开始提高 精神追求的也不少 更何况 仁宗朝将商人 从贱民 升个为平民后 社会地位 被提高的这些富商 也更容易产生 社会责任感 殷宗年间 就有个名为 前四娘的商女 集自为家乡 修筑水利工程 结果因为选址不当 工程被水流冲坏 前四娘羞愧之下 竟然投水自尽 愿意主动捐钱 阻止大家做善事 已经很不容易了 结果为了承担责任 而逊疲 这境界 已经不是普通人了 而在他之后 更有一位富户李鸿 结果火炬 继续迎娜而上 经过八年魔力 终于修皮成功 这样的故事 在宋代富户中 并非孤立 宋人推崇 孟子中的人政思想 从而推动了 皇政的发展 而同样为宋人 所推崇的 汉代思想家杨雄 则又强调 等级秩序 也激离 对于社会管理的作用 宋代虽然没有了 士族这个中间阶层 但碍于封建时代的 落后技术管理能力 仍然会有个 相似的新兴阶层 部分代替 他们的职能 而地方服务 便是填补 这个等级秩序的选择 这是符合 宋初以来的 社会管理经验的 王安石 虽然也久立 地方基层 深暗治理之道 但在同样 久立地方的 韩琪面前 他还是个小自卑 老韩石有足够资历 让小王 再学习一个的 那么王安石 在看到 韩琪的作用书后 是什么反应呢 他不怒烦笑 原来喷我的 都是些什么废物典型 现在 终于有个 像样点的对手了 韩琪在解释周理史 所引用的注释 来自东汉时的 学者郑仲 我们普通人 看着又旋又绕 但至于小王 这种学术大家而言 今世子籍的解读空间 看比新生代奥特曼的 多元宇宙 要多少有多少 你找一位 如学大家来背书 那我也可以 再找一位 来反驳你啊 所以王安石 引用了 东汉另一大牢 郑玄的注释 在政选的观点里 当周理中的国 贷款给百姓时 是存在着一种名为 国府的利息的 这种利息 高达本钱的四分之一 要超过轻描法 每一次借贷还 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所以轻描法 合乎古法 王安石将这些内容 写入话语声明 轻描事中 作为官方首次 对新法主旨的 惊异声明 然而韩琪等反对派 并不买账 归根结底 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反对派们的认知 还停留在 自然经济的层面 认为天地万物 是个常料 国家过分许多 留给百姓资源 自然变少 这既是愚民真利 但王安石却坚持认为 国家的生产力 是可以通过 投入资源去发展的 比起同时代的史大夫 他是少数 会花大量时间 去和生产一线的 农夫女工 打交道的官员 在与他们的交流中 已然让王安石 对生产力的认知 远过于其他 同时代的学者 他调侃反对者 都言轻描法 令得利息太高 那么按照这样的观念 不管是调低利息 还是不设利息 都是与民真利 与其这样 不如完全送钱给百姓 岂不美哉 那么最后的结果会怎样 仍然是坑汉百姓 因为国家财政 只出不尽 无以为继 最后国家动乱 老百姓继续遭殃 至于执行上的问题 任何新政策 都需要时间来适应 新法颁布 连半年都没有 怎么可以草草就断言 其厉害呢 只可惜 王安石的视角 仍然缺乏足够的基础理论 去支撑 而新法在执行初期 所涌现的问题 也确实过于激烈 以至于韩琪 给予宋神宗的触动 仍然凌驾于王安石之上 宋神宗当中感叹 韩琪的忠诚 也同时表露出 对清淼法的担忧 调利斯的蜀官反对自己 王安石可以调整人员 忠书和台剑反对自己 王安石自信 凭借学识和辩才 可以坚守朝堂 但新法若得不到皇帝的支持 那便成了无缘之水 无奈之下 他选择了闭门不出 自清罢官 这情况实在太像昔日的 庆利新政失败前夕 不过这一阶段的反对派 倒是远比庆利时的王拱臣 夏松等人厚道得多 他们并不痛打落水狗 参政召变 甚至希望由王安石 自己来宣布拔除清淼法 算是给各自一个台阶 可是这一决定 将让他们追悔莫及 他们都低估了王安石 对宋神宗的重要性 以致错过了 废除清淼法的最佳时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中 常将宋神宗对变法的态度 定义为立场不坚定 然而这种观点 在八十年代后逐渐被推翻 越来越多学者 开始用悉名变法来代替 王安石变法这个名词 因为他们意识到 宋神宗和王安石 都是变法的绝对主导者 宋神宗极其地想要变法的态度 并不是在遇到王安石以后才有的 早在他刚继位时 为了寻求变法之道 便日常骚扰满朝大臣 而到头来 只有王安石给出的方案 能满足他的理想 清淼法的真意 固然牵动了神宗的心绪 但我们要知道 那时的神宗才几岁呀 二十二岁 放今天也就是个本科生的年纪 以这个年纪去管理整个国家 五千余万在籍人口 乃是调动资源 以探寻天地之道 富国强兵 做这种规模的事 脑袋会犹豫才叫正常 不犹豫 那叫二愣子 以王安石数十年的学养积累 我讲六相公的江湖威名 受到质疑后 上学会派人去一线调查 何况是小年轻宋神宗 而富国强兵 除了需要坚定的立场外 还需要切实可靠的方法 这一点神宗无法做到 满朝大臣无法配合他 也只有王安石可以依靠了 所以当王安石 告病在家后 就连一项反对清淼法的陈浩 李长 王子韶这三位条例子的署官 也请求神宗留任王安石 反对清淼法 不代表反对变法 人若要主持变法 只有王安石 于是在韩将与吕慧卿的帮助下 神宗对王安石表达了挽留 王安石终于再次入谢神宗 君臣间完成了第一次和解 当韩旗司马光乃至台阶延关 再次抨击清淼法时 神宗不再偏听天性 而是派出来源镇的内侍 前往地方窃室查房 结果得到的报告是 老百姓都觉得清淼前很便利 这让神宗逐渐意识到 操纵舆论对国家施政的重要 过去那些从反对派嘴里听到的负面信息 并不完全是真的 于是树院间 台阶中这些反对王安石的大臣 不管是始终于新法立场敌对的张俭 陈湘 还是参与老王襄杉的吕光柱 陈浩 李长 王子韶 全被把关外访 清淼法 由此得以保留 顺便一提 上面出场的宦官兰元镇 便是昔日里对宋仁宗敬献谋言 反对清淼变法的那位老朋友 清淼君子主持变法时 他反对变法 清淼君子反对变法了 他又支持变法 幻家游戏玩得666 可以说是韩戏的人的一生之敌了 就连在旁吃瓜的文彦博 看在眼里都不免破防 吐槽神宗 仿着三朝宰相的话不听 去听两个燕幻的话 而此时的文彦博尚不知道 当日后的他反对北宋 拓边用兵时 还会有个宦官站出来 用卓著的军功打他的脸 那位燕幻 名叫李宪 那么接下来 神宗是不是要全心全意 配合王安石变法了 并没有 神宗又来了个花火 他竟然提议 要把支持三四条利斯 合并入中书之下 我们要知道 当初设置条利斯 就是为了绕开中书的宰相 让王安石能有 独立主持变法的权利 如果两个部门合并了 参政王安石 为具宰相之下 主持变法的权威 便会锐减 宋神宗这么做 很明显 是在忌惮王安石的权重了 变法一年多来 神宗虽然人在许多地方 需要依靠王安石 但是他同样也在成长 这其中也包括对于军权的重视 宋仁宗那样自己情政 还敢于分权的皇帝 在封建时代 从来是少数 大部分皇帝的历经土质 同样会伴随着更强的权利语 从后来的原封改制 可以看出 神宗一直在试图打破 宋仁宗留下的权利格局 宋英宗依靠溥仪之针 削弱了台剑的权利 而宋神宗在轻描法一世中 再次清洗台剑 进一步打破格局 而至于中书 神宗依靠联手王安石变法 形成了军权与项群的联合 通过条利斯 进了中书和三次的权利 进一步分化了 宋之间的关系 如今 宋法阻力减少 一切已然走上轨道 那么条利斯的权利 便不需要 还这么强了 而这 也可能正是庆立老臣们 警惕神宗的原因 不管是绕过梁府 直接指挥前线军队 还是三番四次 表露出拓边的意图 都表露出 这位年轻皇帝 旺盛的野心 这都是极权的前兆 如此大的权力 若是集中在一个 明军手里尚且好说 若是上来一个昏君呢 家天下的时代 指望王朝带带出明军 那概率 还不如王安石 天天洗澡呢 后人在总结 北宗灭亡的原因时 宋徽宗 来直接指挥 一线的御笔 便从来都是 绕不开的话题 宋神宗 意图限制王安石的心思 不但表现在 非法条利斯的事情上 从他选任文彦博 担任书密使的事上 也可见一般 文彦博是旗帜鲜明 反对刑罚的 但神宗却坚持要他 担任书密使 即使文彦博再三推辞 神宗也不放他走 神宗为了辩识戒助 文彦博三朝重臣的权重 制衡王安石 说实在的 这种安排对老文 非常不厚道 皇帝自己明明支持变法 去非要安排自己 做反对派偷透 帮他制衡朝野 这种事不但吃力不讨好 搞不好 连皇帝也容易得罪 要说文彦博还是靠谱的 竟然就真捏着鼻子 接受了任命 由此开启了他 屡造后人嫌弃的人生第二篇章 那么王安石 知晓神宗的意图吗 在复国强兵的问题上 他必然是知道的 虽然王安石的理想 是要从思想根源的深处 改造整个华夏的秩序 比神宗高远的多 但复国强兵 仍然是他得以寻求 神宗支持的变法切入点 譬如在争论清淼法时 王安石一直在强调 清淼法并非为了敛财 但事实上 在悉宁六年的财政收入中 轻描利息 仍然达到了近三百万关 这至于法令中所标榜的 公家无所利其入 明显透着讽刺 但我们还是那句话 政治这种东西 从来不可能有什么 纯粹的好与坏 一切问题都远自博弈 神宗的复国强兵 需要王安石来实现 王安石的变法蓝图 也需要以复国强兵 作为神宗 支持自己的基点 悉宁二年十月 原本支持王安石的陈神之 在升任宰相后 并拒绝在统领调利斯 这让神宗 顺势首提 非法调利斯一事 新宁三年五月 吴彦博再提非法调利斯 神宗虽然顾及王安石的意思 但最终还是促成了此事 王安石表面上不再反抗 但是他上了一份奏书 他认为 中书的职能在于制定政策 而具体实施 则仍需要其他部门来配合 位列九四之一的私农四 签了负责农田水利的相关事宜 正合在农市上 负责新法的具体实行 而斯农四自入宋以后 一直是边缘类部门 权重极低 是不可能让王安石 这样的宰治大臣 出任长官的 仇恨度远不如条利斯 于是神宗和群臣 便也通过了他这则提议 然而事实上 王安石自己 虽不能出任斯农四长官 但他的心腹可以啊 吕慧卿 李承之 李定 便先后执掌斯农四 而被誉为 护法罗汉的增部 便是新政在斯农四时期 政绩最为显著的长官 免疫法 保甲法 方田军税法等法令 便都是在斯农四时期发布的 新年三年九月 王安石为加强变法效率 又在中枢 设置了中枢检政官 也常有斯农四长官兼人 随着变法的深化 中枢检政官的权力 甚至被含将认为 接近于残职政事 可以说 王安石在不动声色中 将原来属于 这支三四条利斯的庞大权力 又经过拆分 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钢铁直男王安石的内心中 也从来不是 没有弯弯绕绕的 在变法之初 他仍需要通过 好友清旧的支持 来开展变法 但自此时起 新岛的阵营 依然出具规模 虽然这些人中 只有极少数 陪伴王安石走到了最后 同在悉尼三年 与王安石渐行渐行的宰相 曾公亮 陈生之 反对新法的参政召变 书名时屡公币 元老范震 进阶被罢免外放 六月 具体实施军书法的薛相 被破格晋升为 天章格代之 一年后晋升三思史 其工作成果 得到了神宗高度的认可 新明三年12月 王安石也终于得败 同中书门下 平刚士 成为异国宰相 二日后 在元丰年间 象征着宋神宗 完成军权回收的 三指相拱王规 也在同时 身任残之正事 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 王相拱 在这一刻 共识与中书 完成了历史性的教会 只是此时 宋神宗的权力与 尚没有大道 完全无法容忍 王安石的地步 他仍然发自内心的 宠敬和信赖着 这位诗相 并愿意分享 更多的权力 期待他的教导 新明四年二月 精神宗统议 王安石改革科举 整顿全国官学 逐步将自己的学术流派 推为北宋官方的 意识形态 以此来培养和选拔出 能够完全支持 新法的官僚人才 在统一意识形态的问题上 王安石并没有和欧阳修 韩琪等人的认知 有何不同 这也积宋人所谓的 一道德 在军事上 王安石更没有辜负 宋神宗对他的期待 西宁三年 西夏良一埋 全面入侵宋朝 却在西军的顽强抵抗下 损兵折将 惨败而归 一年后 西军趁时发起反攻 进驻罗乌城 却因庆州兵变 影响战局 而一度放弃了攻势 然在同一时刻 由王安石心腹 王韶所主持的 和谎开边 依然进入了高潮 而张敦等人 在湖南一带的开边战略 也提上了日程 当然具体的内容 我们将放在 之后的篇章 再新讲述 王安石变法 实在是一个热度极高 又非常难讲的话题 因为这一时代 所留下的资料极多 常常相互矛盾 以至于后世学者 鉴于应用资料的不同 学书分析方法的不同 常会得出 完全相反的结论 历史学者的工作 从来不只是 简单的文言文翻译 如此繁杂的史料编析 资料也很难写成 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 以至于如今 不少地方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 引用的观点 要么是南宋史 完全反对王安石的立场 要么便是上世纪早期 替王安石翻案的立场 就连王安石本人的学术立场 也一度被简单粗暴地 定义成了法家 这种种带有 明显政治倾向的观点引用 也使得爱好者间的讨论 活药味十足 似乎宋神宗以前 和以后的历史 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时期 赞套了王安石 就得否定宋仁宗 认可了韩奇 就一定会讨厌新年变法 碍于篇幅和自媒体视频的局限 这一期视频 我也只能尽量将 新年变法初期的布局 以重要事件大致概括出来 希望朱军 能对学界的前沿观点 得到更多的了解 当然详细的内容 还是更推荐阅读学界中的 专业润注 我们所引用的文献 都会附带在 每期视频的片尾中 欢迎大家查看 就如同我们视频中所言 北宋中后期 既有变革 也有着对前朝遗产的继承 而宋夏战争 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主题 随着西夏国县 梁一脉的入侵 下一期 我们便会正式进入 神宗朝西北战争的篇章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件三联和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